大家好 我是阿倫 之前我有為大家介紹過 我很喜歡東京的一項伴手禮 就是那種伴手禮 就是一個芋頭羊羹 然後我拍了那部片之後 有一位朋友就跟我說說 其實東京也有非常非常多其他 很好吃的 很好吃的伴手禮 然後另外他也推薦我一個說 你一定要去買來吃吃看的一個 東京伴手禮 至於是什麼呢 就是這一個 紐約完美起司 對 就是這一個商品 這個商品有什麼稀奇的呢 雖然說它是東京的伴手禮 可是它的名字是寫紐約 對 這是滿有意思的地方 這間店就我所知目前 在東京的都內好像很少 好像只有兩家左右 好像就是一家在東京車展 然後另外一家好像在 新宿的金王百貨吧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在那個地方吧 這項東西它總共有三位 就是說起司的專門家 分別是一位美國的紐約人呢 跟一個日本人 還有另外一個是一個法國人的起司的 起司 起司的職人呢 他們三個人所共同研發出來的一個 伴手禮 然後它的外型大概長的就是像這個樣子 就是像這個樣子 然後它的招牌就是NY New York 非常的明顯 然後我們現在馬上就把它打開來 給各位大家來吃吃看吧 像我們現在買的這一個呢 好像是五路裝的吧 五路還六路裝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盒子 其實很精美 是金色的感覺 好 那我們就先把它打開來 它這還滿貼心的 是用那種轉轉轉的那種方式 拿出來就是像這個樣子 感覺就是一個高級 高級伴手禮的感覺 然後這個伴手禮 它非常非常的熱門 怎麼樣熱門呢 它已經甚至排到說 你幾乎要在開店之前去排隊 你才能夠確定的買得到 據說就是這麼樣的有名 好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來 給各位大家來看一下 看看這個打開來之後呢 會是什麼樣子吧 它拿出來之後呢 就是像這個樣子 它中間的 外面這一層呢 是一個像餅乾一樣 我目前摸起來像餅乾啦 然後裡面有一個 一塊像起司呢 還有外面還有一個醬 然後那白色的醬的部分呢 是那個牛奶 牛奶的奶油 然後另外呢 這個黃色的方塊呢 是那個丹麥產的巧達起司 加入巧達起司的一個白巧克力 對 然後外面就是一層餅乾嘛 然後就是總共是像這樣子 三種的搭配 然後聞起來呢 然後聞起來的確是有一陣的那個 起司香跑出來 然後至於它到底是不是這麼好吃呢 我們就先來實際的試吃看看吧 究竟是它有什麼魔力 可以讓人家就是這麼愛 就是還要去那種開店前去排隊 好 那我就來先試吃看看囉 いただきます 哇 我好想配杯茶 它這個 我發現它的味道有幾層不同的變化耶 就你剛吃進去的時候 你會先吃到餅乾的那個酥脆的感覺 然後因為你那 餅乾是有好像烘烤鍋的關係嘛 所以說你在吃的時候會有那種 餅乾的那種烤的香味出來 然後另外呢是那個白色的 白色的奶油是還滿綿密的口感 然後有點 然後帶點淡淡的 然後帶點淡淡的牛奶味 然後最後呢是這個 巧克力 就是有加入巧達起司的這個白巧克力 吃起來呢 因為我現在是剛從冷藏庫拿出來的關係 所以它的口感是偏硬的 所以是外層餅乾的酥脆 然後中層那個牛奶的軟 柔軟 再加上最後的白巧克力的那個口感 感覺還滿不錯的 而且那個 那個起司呢比我想像 說實在的比我想像中的沒有那麼濃 可是呢是會慢慢的從你嘴巴散出來 先是餅乾的香味 然後牛奶奶油的味道 然後最後呢是起司的香味 慢慢的散發在你的 擴散在你的嘴巴裡面 還不錯 而且它的甜味呢是 我覺得它的甜味是最後才會跑出來的 真的是還滿特別的一個味道 然後因為它的巧克力呢 因為我現在是剛從冷藏庫拿出來的關係嘛 所以說巧克力是偏硬的 我覺得我把它放稍微久一點之後 等它巧克力變軟的時候 吃起來可能又會有另外一種不同的風味 因為我們剛才把它打開來看到的時候 它有一邊的白巧克力 其實是有點融化之後在凝固的感覺 因為最近天氣很熱 所以買回來的路上可能就融化掉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來開一個 就稍微放在室溫 一下下之後的味道吃起來的感覺 到底會不會又不一樣呢 好的我們現在已經把另外一個這個 我們剛才放在室溫了 我放在窗外面 放了大概快半個小時 它現在已經回復到 我想應該是室溫的狀態了吧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 室溫之下的 的確是 的確是比較軟 變比較軟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有沒有 它前面這個巧克力呢 其實已經有一點 變成是軟的 融化了 有沒有 好 那我們就再來試試看 就放在室溫之下融 那個巧克力融化掉之後呢 吃起來又是什麼感覺吧 開動 唉唷 我個人比較喜歡吃那種 室溫之下後的這一個 Perfect Cheese這一個餅乾耶 因為它那個 巧克力融化之後呢 在還是冷藏的時候 就是還是冰的時候呢 你那個巧克力其實咬的是 它是有點微硬的 就你吃的時候是會有 會有那種口感的感覺 可是它 你放在室溫之下 它巧克力融化掉之後呢 你一咬下去 它馬上跟那個牛奶的奶油混在一起 還有跟那個 餅乾就混在一起 就是三個東西全部都混在一起在你嘴巴 裡面那種感覺 我覺得吃起來呢 變得比較濃郁 比較順口的一種感覺 真的還滿好吃的耶 然後目前這個 New York Perfect Cheese 這一個店呢 目前東京只有兩間店嘛 然後它總共有分 就是很多種不同的那種 數量入的那種包裝 分別是5個 8個 12個 15個跟18個 總共這 目前總共這5種大小的盒啦 然後目前這個是一盒5個 最小的那個 它的售價是日幣775塊 以那種伴手禮的價錢來講 我覺得它算是有一點點 偏高的價錢 不過因為畢竟它走的路線也是那種高級的路線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呢 也可以不妨去買來吃吃看 或者是可以把它買回去送給你的朋友喔 然後它的賞味期限大約是一個月 一個多月左右 所以就是帶回去送也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如果你是喜歡吃比較有口感一點 帶回去之後呢 記得要把它冰在冷藏室裡面這樣吃起來 可能對你來講會比較好吃喔 然後如果大家對於這樣商品有興趣的人呢 我會把它有在販賣地方的地址 放在YouTube影片下方的說明欄內 所以目前拍攝這部影片的時候 他們有開的分店呢 我會把它放在說明欄內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喔 好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呢 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阿倫頻道呢 主要是跟各位大家分享 我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 還有像是這種 日本的一些很好吃 或是還不錯吃的一些 伴手禮的一個簡單的介紹等等 有興趣的人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來追蹤我在日本的第一手的影片資訊喔 另外呢 這邊是我的Facebook粉絲頁 在我的IG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 還有旁邊這兩邊是我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不妨點進去看看 それではまた皆さん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等你喔 New York Perfect Cheese 真的是還不錯吃喔 我個人比較喜歡吃 放在常溫之下的感覺啦